下一个我们将会介绍我的我们自己 我的名字是Alison Files 我是一个在雇文公司里工作 我的同事 我们有一个巨证家诗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管理人士 同事Alain 她也会先用紧 我的名字叫Brian 我是在这里的管理人士Alain 就您 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感谢您参加我们做这个决定的重要的会议 感谢您来参加 然后帮助我们 我们这里有100多个 很高兴很幸运来您参加 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这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传一下这些礼言到你的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 你的邻居 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约 更好的帮助我们去 关注我们的区域 关注我们的区域 还有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上 这里呢 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目标 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分 从专单那里可以听到 我们的专业人士 他们将会回答您的所有的问题 可以提供所有的区域的内容 然后也可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然后您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的Urbind的网站上 你可以用任何不同的工具来 然后你也是认识你的邻居 还有您的这个区域的最好的人士 所以你可以提供 你有权提供有效的反馈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 要是你们可以的话 我们将会等待您的访会 我们也确保要给你提供 你足够的这个信息 然后你要是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访会 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您的光芯 当人们参与时 民族会将会是个更好的运作 你是一个经纪人 你像我刚才讲过似的 你是您所在社区的专家 别的人在其他地域居住的人 他们不是个尔班 但是您是住在尔班 所以你将会是你一家父亲的增加 所以我们像 然后这个呢 是一些12年一次来的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下一个将会是10年之后再进行 那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过程呢 讲话是我们将会讨论一下流程 我们的网上 我们的网站上 也将会你可以看得到本次录音的会议 那我们的会议是六点到七点半 那Justin他会继续本次的发表 感谢您 感谢您介绍我 那通过您的下一年的三月份的投票来 我们将会选举理事会 理事会将在2020年3月的投票中进行宪章修正案 该修正案将市医院的成员人数从五个人增加到七个人 七个席位中的六个将案地区来选举 选举市长将继续由普选来选出 我们下一个在加州呢 加州城市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是 那就是普选所有的居民 他们可以选举 选举会议员 就是说明说所有居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 他们可以参加选举 第二个来自地区或民主地区这个意思呢 就是理事会的会员 他们会 只有在居住在那个城市的人才能选举 他们的会员 就像跟理事会的一样 很差不多 只有少部分的人 学校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选举 然后第三种呢 是按地区来选举 但是呢 但是呢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将会按地区 在想要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是 会让您还有您的家人 来选举我们的区域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扩张了2010年到2023年 我们已经扩张了我们的这个区域 唯一的城市 Santatana 在所有 都是在一个普选的方式来选举 但是2023年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绿色的 都是以 不同的方式来选举 而Bynne呢 是一个最大的城市 就是在这里 是会让您去让所有的市民 来去做决定 你可以继续以普选来选举 下一个呢 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过程 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我们跟不同的这个过程 来概述分区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 教育 还有交流 可以 一些工具来 来您参加这个过程 那 4月11号和5月9号 将会有初步听证会 那这里呢 是 在这里 你可以有任何意见问题 都花这是很好的机会 来去征求 然后呢 将会第一轮研讨会 是4月15号到5月27 在地图场发布之前 在整个社区举行 教育和征求 对地区组成的意见 他们也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你可以越来越更多 更好的认识 我们的社区 他们也可以 你可以听到之后 你也可以分享您的想法 然后 然后6月29号呢 是地图提交截止日期 这个是第一个截止日期 在这里 公共地图提交的截止日期 以确保地图可以在第三次 封开认证会上展示和讨论 我们需要七天之前 需要发布 在这里之前 所有 所有在居住在我们 这个社区的人 他们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回复 第二次 第二次轮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 我们会把地图 会 发布 然后7月11号 关于草案地图的两次听证会 是7月11号和9月12号 这两次会议讨论和修改地图 草案并讨论选举顺序 9月12号 我们将会发表我们的地图 然后 他们将会 那10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将会选择地图 在章城 在章城 变更投票之后 之后通过的地图 最终地图 必须至少在采用前七天发布 要是选举人士 他们通过了话呢 通过了话呢 那是那11月的时候 将会 这个地图 会被通过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将会推到2030年 那2031的时候 要是没有地图的话 那重新 我们需要重新选举 那再次做这样选举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程序 过程呢 现在是在第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建议很多人来去参与 那4月15号 那第一个workshop在进行 我们现在 那我们将会 下一个 我们下 我们下 我们下一个workshop呢 将会是 7月8月份到9月份 那这里有日期 还有时间 还有地时 有些是 一个同一天 是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 Community Center 是早上11点 但是 Chinese Culture Center 是下午2点 二十六号早上呢 是在 Lickville Senior Center 但是 8月26下午2点呢 是在 Heritage Park Library 那 9月23号早上10点呢 是在 Great Park Artris Studio 但是 当天的下午2点 是 City Council Chamber 那我们 欢迎所有的人 参加我们的 这个会议 来学习 我们的这个过程 有 进去贡献 好 下一个 好 那我想要 现在讲一下 分区规则和目标 那这个是 在中心 这个分区 这个工作上 这个是一个中心 那我们在这里 分类个三个部分 好 那 左边的那是 联邦法律 最高法庭 是让我们 是最高法庭 让我们去 看的是 第一个是 人口均等 然后是 联邦投票 联邦法 还有第三个是 没有种族歧视 要包括 小孩子 大人 还有大学生 还有 我们不需要 一个完美的平等 均等 我们需要 五万一千的人 可以有些 五万 或者是 五万两千 也都可以 不需要一个 完美的均等 但是我们需要 一个 差不多 平均 人口数 但是不能 超过 百分之十 不能超过 百分之十 五万一千的 百分之十 一顶上以下 是都可以的 第二个是 联邦投票权法 这个是 一个 没有起立 没有 他们的 权力 需要被保护 按联邦的 法律 保护 所有的 区域 不需要 我们需要 去听 这个区域的 他们的 所在的问题 我们将会更细细地 看一下那些数据 然后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呢 是我们要 看一下中间的 是 加州城市的 标准 我们需要 去看下一个区域 应该要连续地去看一下下一个区域 那我们在 我们不想要把区域 分开来的 我们需要把这些区域 要一整个 一整条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 那第二个是未分割的社区和利益社区 应保持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地理区域 这些区域 我们不需要 这些区域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这些区域 我们不需要 这些区域 对于 我们不需要 这些区域 尤其是 分区 我们的 喜爱 或者是 我们的 文化 在分区不同的 这个地图的时候 我们需要 了解这些内容 那第三个是 异于识别的边界 那这个是 对 投票人 投选人 这很容易 可以理解的 那他们 他们需要看的是 比如说 沙漫 或者说 河 河 河 或者说 高速公路旁边 或者是 按照学校的分区 这样的话比较更好 第四个呢 是紧凑 看地图的时候 不要绕过一群人 去更远的一群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note that these are rank ordered so that for example 是一个具体的一点 要是一个区域 没有紧凑 只是 苍古和流的话 这些人 在这里 紧凑的部分 就是不得 研讨或歧视任何政党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看到有些人 他们提供了这个问题 没关系 我将会回答您的问题 第三个 其他传统分区原则 那在 一个是尊重选民的选择 这个男人 前两个 我们都考虑了之后 你可能或者是不需要 来考虑第三项 我们是在最后一次程序的时候 我们会要需要看的部分 那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最重要的 以后的十年人口会破装 以后的十年人口上会更增加 这两个是最传统的重要的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数据 阿尔巴尔呢 阿尔巴尔这里有 307958个人 那我们分了六个区域 然后每个区域是 51326 口人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每个区域不可能 一定得要51326 但是将会将近51326 我们的数据 在这里 包括了有很多重要的 集要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人口18岁以上的 美国公民 在这里 能够注重的去看的是 西班牙 讲西班牙语的人 还有亚齐美国人 那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图呢 我们将会看一下 美国亚齐人士 还有拉丁人的 这个分布度 2022年的 我们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2020年 在这个右手边 在这里可以看到 很多美国人的 这个收文调查 语言 还有年龄 他们的收入啊 有不同的这些数据 这是很贵重的 一个细节的 细形 我想提醒我们自己 这些数据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区域的社区的 概括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它们将会有关联 他们将会有关联 那年龄 连联分区域的时候将会做一定的影响 包括有几个小孩子在家里 就是什么年龄的孩子在家里 这些信息都会考虑到我们分区的时候 要做重要的决定 所以我们将会当然会讨论这个部分 还有回答 会回答您的问题 下一图 好那在这里 那种蓝色的还有紫色的 这个是35%以下的latino 有红色的是65%到75% 在北部 城市的北部呢 是亚洲美国人 亚洲人 那在这里我们是 是从中国文化中心 从那里也听到更多的信息 就像你所说 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例如 大部分的亚洲美国的图案 显示 那非洲人在这里 抱负25%或是以下 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是首数 不一定他们在这指示数字上 他可能没有都显示出来 这是刚开始的 现在开始的步骤 好下一个呢 我们要看一下邻居 邻居呢 比较一下小的 小小的区域 那邻居呢 比较小一点 那他的地理 可能是个大学的校区 一个具体的一个学校 或者是公园 或者是中心 这些都可以属于银居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边界 要是我在这里 都看到我的邻居的话 那就不是 比如说是个公寓啊 或者是一个公园呢 是一个很容易可以发现的 地理边界上 可以看到的 那这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为 这个是个我们的邻居 要是我们去下一个 下一章的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是邻居的定义和利益 那可以分享问题啊 分享或者是所需要啊 都是主灵 比如说在一个大楼里 是一个社区 那那个不是邻居 那个是大楼 一个一个社区 那那个是一个邻居 因为所有的城市 他们可以创建一个区域 所以 比如说在阿里桑那 或者是 很多的邻居 相信在一起的 一个小几个 所有的不同的邻居 他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可以创建一个区域 很相似的 1980年 我们创建的一个社区 一个邻居 当时 也是一个城市 每个不同的邻居 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分享 你的经济 或者是政治啊 我们可以团体 在一个城市 我知道有一个人 在加密 这个 居住的 区域呢 可以去 我们都是在 我们都是居住在一起 我们都是居住在一起 可能会连到北部或者是南部 或者是购物的地方公司商场 我们都是东到西边都是连接 我们分区域的时候 这些部分都是做很重要的部分 在下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的 在这里有不同的因素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试着要提供查找不同的数据 比如说最左边的是公立或者是这样的房子 然后第二个是收入每个人一家的收入超过七万五千的 然后第三个是在一个家里有几个小孩子的 这些内容一些未成年人 人口数也是在我们看的一个因素之一 这样的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您的需求 下一个我们在这里更好的全部的理解 怎么使用这个土地和学校的区域 都是有关联的 我是有关联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地图,所以很多人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奇异, 应该要从哪个地图来开始。 下一张,那我们在这个要怎么做呢?我们只能分享您的反馈。 我知道这里有个Michelle女士,她也问了这个分享是怎么怎么反馈, 我这里会跟你分享。你可以给我们发一个邮件, 或者是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都可以。 或者是提加电子的方式,电子邮件的方式,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地图, 或者是你家附近的,都可以。我们就想要从你那里要得到你的反馈。 那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不同的方法。 那现在我跟你分享,怎样分享您的意见。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之后,你可以输入 orvine.draworvine.org 网站里,你可以看到,看到怎样参加。 然后,你可以做不同的方法。 根据您的这个反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 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这个网站也会提供我们的电子邮件。 这个是我们的电子邮件,你可以发过来, 你想要寄来的任何内容。 比如说,你可以说,这里有我自己做的一个地图, 或者是一个很长很短都没问题,使用这个电子邮箱来联系我们。 然后,下一个这里我们有时间表,在这里我们做过程当中, 我们会更加更新我们的时间表,还有我们的软件网站。 比如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项啊,旅事会啊, 外的信息啊,会议啊,都会参加到这里。 然后,下一个是地图。 那一旦我们地图了之后,我们将会展示到这里。 那有一个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里。 就像,就像我刚才讲过,都是在这个地图里。 你可以,这个不同的层面,你可以选择,或者是选择, 或者是扩张,你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或者是,你想要看更多的这个租房的地方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在这里看到那些信息。 通过这个设计。 通过这个设计。 通过这个设计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更加更多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呢,是密集度。 密集度。 更多密集的地方,我们颜色会更深。 所以,要是你想要看额外的信息的话,那你给我们发一个访问。 我们将会加到我们的网站里。 好,下一个是一个绘图。 那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你可以看到。 啊,那么你可以。 啊! 因为这是民族主义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邮件,那或者写字,写封信。 我们有两种基本的地图可以帮助您。 第一个是一个城市,我们分成了150多不同的区域, 这里有一个比较阻道端,我想按这个区域来分化的, 人口素或者计划的部分都分去每个部分, 有一个大学的地方将会有更多密集度, 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五万六千, 有一个大学的地方是只有四万一千是北部的大学, 有一个大学的地方是只有四万一千是北部的大学,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密集的地方是在哪里, 你想想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分区到小的, 这些地图呢可以帮助我们帮助理事会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区域。 这些地图可以帮助理事会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区域。 这些地图呢也有不同以下的语言, 可以看到中文也在翻译中文,前语中文都在里面, 然后用纸的地图也可以看得到, 例如表提出, 也会员不在纸对在标语中文的复语上are这些地方可以让数据更多。 但是,想要更详细地去看这个详细的信息, 你可以选一下这个DRA。 这里有一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 下一个比较长的是15分钟, 要是你有一个简单介绍的视频也可以帮助您。 首先,在这里需要创建一个账户。 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网线之前, 需要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首先,创建一个账户。 然后,用这个工具。 因为你创建了账户之后,你可以系统保存你的地图。 然后,你可以分享。 你可以把那个地图送到我们这里,到我们的系统里。 以后,你想要看或者更改的时候, 你可以进到什么样的网站。 登录之后,可以做。 然后,我们有一个表格。 在网站上。 这是一个尔半城市的一个, 一个圖当当的一个地图。 两三分钟之后, 两三秒钟之后, 会展示出来。 里面什么也没有。 然后,你可以绘图工具。 然后,你可以绘图工具。 然后,显示夜市之后, 在这里会显示地图。 大概需要了几秒钟的时间, 会显示出来。 因为它是在复制很多的信息数据。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之后, 你可以更改名字。 然后,选择。 你可以先给它一个取名。 这样子的话, 以后,比较容易查找同样的地图。 。 好,下一个,在这里都是一个空档档。 要是你想要把马路。 你要选择马路的话, 这些马路的名字。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扩大。 要是你用鼠标的话。 如果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城市的。 分区之前的。 这个地方, 我选择。 我选择。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它区域。 然后,你可以增加它的人口处。 可以增加人口处。 可以增加人口处。 一个区域。 但是,不是一区域。 我选择。 这个地方, 我选择。 是你用的。 一区域。 可以选择。 一个小区域。 可以选择。 小区域。 小区域。 我选择。 我选择。 你选择。 然后, 你选择。 我选择。 然后, 我选择。 人口数解释出来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 377 of the 722 leaving this one census block bordered by Alton Parkway and Lake Road and San Diego Creek or the canal there If I want to add in a block I can select the block now individually and here I am adding something ... Could I select fairesting block And for anyway, because I click to determine a vet at an average high school and into a vet史 and so into innocent coordinated settings Again, I am currently a masterclass of I was branded 这个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地图,但是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分区域,有的时候有硬点的。 这个88-person block should follow Cedar Lake pretty much all the way around. It does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save a little bit of memory and make your browser not crash, 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at in a specific block, I can tell you where they're going. It's in general, you can assign it to the roads that are closest to it. In general, you can assign it to the roads that are closest to it. In that block of detail, you can select the block and select the crossing. If so, that's something you can certainly tell them in your comments. Like, I really want to put the block down here, but I couldn't. Unfortunately, we're using what the census has. Is there the census blocks that we're working with? We're using census to go through the census. We're using census to go through the census. So,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work from getting the census. In 2030, we're just going to work from getting the census. In 2030, it's going to be a number of different pieces. But basically, this thing is our main browser-based tool. In 2030, it's our main browser-based tool. In 2030, it's time to go through the census. I'm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census. One of the nice things that we saw on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on the demographic, You can also go into statistics to look at the census to analyze the census. You can also go into our census data. 可以统计看它的统计书 在这里所有的地图 我们都收到了之后 我们将会组成到这个Drop Maps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合法的地图 下一个 你结束了之后 画法轮之后在这里 你回到这个选择你的画图 然后你去分享 然后你会拿到URL的快捷 然后要复制 然后回到Drop Map 然后把那个连接 发到我们的电子邮件 然后在邮件里 你可以写下来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为什么自己所描画的地图 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 请还的一般理由 你可以 一起发电子文件给我们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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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接下来 我们的 我们可以 接下来 我们的 Q&A 我们的 Q&A 我们的 Q&A 我们的 我们的 需要 我们的 需要 I do have one more. I'm allowing Mary Ann to speak here and I've also asked you to mute. Can you hear me? Yes, we can. This is Mary Ann Guido. Can you hear me? We can. Yes.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have access to the maps that are used by the community group called CERT, the Emergency Rescue Teams, that have been dividing up the city for emergencies. They've been a wonderful resource. I live in Turtle Rock. We haven't been evacuated since the 90s, but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wildfire, flood, and earthquake problems, we may feel close to our public safety volunteers on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resource teams. So my suggestion would be that we might want to reach out and see what maps they have used since people have been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part of the city, evacuations and preparedness for any kind of emergency. No, that's a great suggestion. And I know that we have looked a little bit into that interface. You ask that you raise your hand in the raise your hand feature, o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hat have come up from past workshops here. If you could just remind the public what happens to council members if they are in the same district after the districting process is complete?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 the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two things. No council member's term is cut short. So no matter where the council member ends up, they will continue... Vounaud for the current Cold War 2, but they'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city at large. There will continue... I know that we will close혀 theirート結式 set of the들 ... thatplan Contact back to that later, for 2020, we will haveาก the 2020 2022–2022 attractive Seattle Council shall be elected to public Barbara City Council until the 2020 This will go season two times for equalma. So our, we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served up in the March 2020 Tokyo,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city council anyway 如果所有 districts are approved, each election year, at least they will put it on the ballot as part of the ballot measure, which districts will be up for election in which year. So that'll be part of the debate and discussion that we have as we look at the draft maps and make those determinations about election year. You'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on that as well as part of the vote on the measure as a whole. awesome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um and then could you elaborate as to what the increase of district seats will look like um and elaborate further on how they'll be able to vote moving forward sure um and essentially we can think of the districting process as a bit of a rollout so that in 2024 we would have the first two or sorry the first two uh how's the best way to explain this because we're doing tw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eats and switching to district elections so and if this is passed in the November 2024 election four of the six districts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for representatives three of those districts would be ones that have a full term four-year term um two of those will be continuations of the current seats or the current council members and then one of those will be one of the two new seats if we will go back to the 1970s um and then the added swiftly in 2024 and those were interested in 2024 that will bring the third of those are us who will be elected in 2024 and our third equal vote shall be elected between us and our third u divide will be elected in 2024 and two hundred six will be elected in 2024或 neo American sembla 2030年 剩下的这样的网上的那个课程 或者是一个面对面的这个课程 那下一个就像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是的 7月份还有9月份有 Unless there's any other questions here Justin, if you're good with it I think you can head into the community with interest I'll just mention that it really has been due to community feedback that we've continued to adopt and make changes to the website and to the data that's available I know I mentioned density earlier 根据你们民众的这个 民众的这个 提议我们将会在网站上可以看到 大家所提供的材料 那我们也给这个城市也要求了他们的人口数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将会很高兴看到 还有听到所大家的意见反馈 好,下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兴趣 社区的兴趣 这里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考虑一下您的社区的兴趣 比如说 风险的火灾的区域 他们的后边就是有点危险 所以所有的人分享同样的 使用同样的Zoom 你可以举手问问题 或者是在这里 院内你可以输入您的问题 然后凯利女士将会在这里 输入您的所有的问题 然后本次会议是在入一 或者是在R1.org网站上 也可以查询 我在这里等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他会给大家 请小钟的时间 对家会内里收入 我们也订阅一下 请小时 请小时 我们要不要正硬 提高 让人看到 他们是机会的 以置信号 议订阅 各个 香港 Does 订阅 看 识 Chief 您是一切 White embrace the City of Irvine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ty Council as well. Okay, we do have one in the chat here, Khaili, so I'll read it out loud. The UCI and University Town Center Planning Regions both have a high proportion of University workers and students and should be kept together. So, for the note there, we can see UCI and University Town Center Planning Regions 这个大学呢 这个区域呢 两个区域都是 大学的区域 应该这个学生 应该这个区域 应该在一起 然后这个woodbridge north lake south lake 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一个区域 然后也写的是 不是公园的地方 还有北部的 urvine的大道 还有UCI的地方 还有great park 这个区域 都应该必须得要 是在一个区域里 好 谢谢你们下转身 你提供的回馈 你可以 就是可以发给我们 一个电子邮件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woodbridge 然后最最下面的一个是 不要把一个 穷人区 不要把所有的穷人区 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分区域的时候 然后看每个家庭的收入 在这里再给大家 一两秒的时间 要是今天你想不出来 但是明天 你要想做一个 很好的主意的话呢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 alvine.org 网站上 或者是电子邮件 可以分享给我们 and switch screens back to the powerpoint here 那么没有更多其他问题 我们将会回到我们的发表 我们想要提醒大家 下一次 很多不同的这个workshops 将近会来临 是两个星期六 第一个是五月十三号的下午三点 所以第二个是五月二十七号 希望你可以来两种之一 要是您来不了的话 可以告诉你的家人 和朋友 5月九号的时候 有一个听众会 来不了理事会的话呢 第一次的workshop 就是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呢 一个很多不同的地方上 在这里 每个课堂上 我们所讨论的话题 内容将会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 可以的话 你可以参加 这个所有的会议 我们今天所提供的 这个第一部分的内容 可能会差不多 但是 我们将会分享的内容 以后分享的内容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 建议你们都参加 以后的这个演唱会 第二次 round of workshops that we have highlighted here on the screen we again like I said the second round of workshops is starting here in July and that will be our second 第二次的这个网上的 信息呢 是七月份开始 七月十一号 然后之后 是将会面对面的 那个地址上 地址呢 也是在这里 下一个就是 我们想要 听你们的回馈 谢谢你今天 要是分享了 你的回馈 像刚才我之前 讲过 是的 要是明天 你想到了 一个更好的 想法的意见的话 你可以给我们 发一个电子邮件 或者你是有地图 的话 你可以画一个地图 之后 把那个连接 发送到我们的 电子邮箱里 在那个网站上 你想要 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话 也可以 给我们打来电话 留一个语音 我们要是接到 不了你的电话的话 你可以 留一个语言 你想要把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 你想要重新看 或者是把这个发表论 要重新看 的话 是要去 drawarvine.org 网站上 可以查询 我们的电子邮件里 也在网站上 也可以看得到 要是你今天 写下不了 我们的信息 给我们的第一回合 训练 我们看得到 看得到 再加到 这个数据 也在网站上 我们这里 有 感谢您 今天 感谢您 听到我们的 这个研讨会 有任何问题 你今天没有分享的话 给我们 发一个电子邮件 我们将会跟你分享 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您 参加 希望以后 可以听到您的访会 谢谢 再见